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人们民间普通的反应都盯在以色列人身上 在美国社会中大概有80%人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是担心世界大战当中真正说谁引起的 有75%的美国人认为实际是中东战争 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攻打伊朗 因为伊朗已经袭击了以色列 而以色列是把珍珠党的领袖们全都给灭了 在灭珍珠党的领袖们的过程中 就捎在手的把伊朗的革命卫队的一些军事领袖们 一块也给包了饺子了 所以而珍珠党完全是伊朗的傀儡 它就这么一个一圈套一圈套过来 所以这样的话最终就在消灭哈马斯 消灭珍珠党的过程中 那以色列人跟这个伊朗人就face to face 就面对面了 那伊朗人不服这口气 所以就袭击了以色列 发射了大概400枚导弹 那导弹呢绝大部分呢都给废了 就被美国人跟这个以色列人联手 把他给废了 因为如果珍珠党人 就是以色列攻打珍珠党跟哈马斯 在美国人的眼睛里认为 那是他地方的事情 他们地区的事情 但如果跟伊朗干起来 这就变成了一个影响整个中东的 就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事情 那美国人有着义不容辞的 去保护这个地区安全稳定的责任 有着相互的这种相关联的条约在其中 所以美国人要履行条约 就必须跟伊朗人 跟这个以色列人站在一起 那以色列人今天受了委屈了 对不对 那他不干 他就必须要干下去 所以这就成为了一个 就成为这个焦点 而美国人的本身 建国的本身就跟犹太人直接相关 所以他是整个这么一个 一脉相传传递过来 这就也就理解成为什么 如果以色列人攻打了伊朗 那美国军人就会卷入其中 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大的差距 就说要怎么打 那这样的话 内塔尼亚胡跟拜登的 昨天大概通过电话 那最终的讨论结果 内塔尼亚胡的答应 不去攻击石油设施 跟他的核设施 伊朗被人们关心的 被西方社会真正关心的是 他的核武器 那核武器到什么程度 其实应该是一个很低的水平 我们举个例子 他两次用导弹跟无人飞机 去攻击了以色列 根本伤不到以色列 包括他导弹 也就说那核武器是靠导弹来运输的 如果他的导弹根本就没有能力 那么近距离的都攻击不到 就是对以色列都伤害不了的话 他的核武器就变成了一种 另类的伤害方式 就是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 去进行了一种 就是失控的扩散 这就是问题 他真装载了核武器 去攻击了以色列 那以色列把导弹给拦了 但是导弹的本身上面 是带有核装置 核设施 核武器的东西 那那个东西一旦扩散 一旦出现问题 那就是巨大问题 所以问题就变成了 已经超过了以色列国境 超过了犹太人本身 他的威胁度是在这里面 那为什么对伊朗人的不信任 是在于价值观 那这种价值观 同样等同在中共国身上 这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环境背景 在这个环境背景之下 那美国人不想去碰 伊朗的核设施 以这样的方式 因为如果以色列去炸空 真正炸伊朗核设施的话 那就是他怕失控 怕引起更大规模的冲突 美国人尽最大可能 避免去卷入战争 但是呢 今天却在战争中 所以大的框架背景是这样 那如果攻击了石油呢 就会直接影响到全球经济 因为他在伊朗去攻击石油 整个波斯湾的石油 就会立刻出现问题 那现在就 现在紧张局势 在波斯湾的游轮 已经减少了20%到30% 因为谁也不会冒生命危险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就直接影响到 你不如像日本这样的国家 他完全靠海湾石油来支撑 所以他的连带性比较大 在这么一个环境背景之下 内塔尼亚湖答应 以色列不会去攻击 这个伊朗的核设施 跟他的石油装备 但是要攻击伊朗的军事目标 那伊朗的军事目标 什么叫伊朗军事目标 那伊朗的总统府肯定叫军事目标 那他这个哈梅内伊 伊朗的精神领袖 肯定叫他的军事目标 因为对以色列的袭击 是哈梅内伊直接下达命令 那他这个道理就是这样 也就变成了伊朗 以色列要攻击的 就直接去伤人 直接用他的 用他的就是令人瞠目结舌的那种精准 以斩首的方式 要在伊朗实施斩首运动 那而伊朗本身很害怕 就是他确实没有任何能力去阻止 以色列的这种斩首行动 也不知道以色列的斩首行动 能够打到哪一份上 如果把今天的伊朗的政府部门 就政府的高官 齐刷刷全给干掉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猜测问题 就今天来讲 已经成为了一个 似乎成为了一个 完全可以放在框架之内的 一个预设的目标 所以这就是今天看到的故事 所以那内塔尼亚湖 也答应这样的方式 那这样的方式的本身呢 就是直接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你杀我的人 我杀你的人 你碰我的人 我碰你的人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时间 那以色列将在11月5号之前 大选之前攻击以色列 那以色列是自己这么说 他说我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这个影响美国选举 这是内塔尼亚湖说的 但这不可能 我们节目中早跟大家分享过 在只要以色列依攻击伊朗 他的相当大的比重分数 会转向川普一面 因为另外一方 比如像这个贺锦丽 贺锦丽在公开的一些辩论会上 跟一些集会上 都回避以色列问题 尽量回避以色列问题 那他的本身所使用的技巧 跟他演讲的技巧 有一些限制 就有些能力上的限制 所以就被所有人 很多人都承认 他其实对以色列是有间隔的 有看法 而今天的美国人呢 在今天的现在的环境中呢 他其实更加的敬畏分明 那支持以色列的人 就支持现在这种 在所谓巴勒斯坦的运动过程中 人们变成了敬畏分明 相当一批人 会站在以色列一边 特别是中间选民 那而川普呢 是直接了当 直接了当 与这个 与这个以色列站在一边 而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 是有目共同的 就是他那种传统的犹太人 所以这就会客观的左右影响 美国选举 那只要以色列攻击 那双方的竞选者 一定会表态 站在哪一侧 站在哪一方 你怎么去讲话 所以 内塔尼亚胡只要一开枪 一干 那美国选举就出现影响 在涛格的眼睛里就认为呢 将会对川普 就是 就是川普可能会从中获利 因为 无论怎么样 拜登确实在这个过程中 阻扰以色列 去复仇 甚至跟以色列闹 跟内塔尼亚胡之间 出现了公开的分歧 这是事实 包括内塔尼亚胡到这个 到这个纽约去 那川普有见面 而这个 拜登没有见面 所以就变成了 非常敬畏分明的 一个 一个环境背景 而恰恰以色列 为什么要在 11月5号之前 就是他 将要过他的祝鹏节 祝鹏节可能是七天 也可能是九天 通常犹太人是七天 所以17号是祝鹏节 你过了七天 就是25号吧 24号 25号 所以他就变成了 24号 25号 再过七天呢 就再过七天吧 就是鬼节 所以 应该讲 在一个宗教信仰非常 相对而言 非常严肃 崇敬的 犹太人的心目中 他应该是在这段时间里 发动进攻 所以就很显然 内达尼亚洪 要制造真正的十月惊奇 而这十月惊奇 将直接影响到美国选举 这是平铺直述的 而这段故事恰恰又在 比格斯的预言中 特别着重谈到 三次世界大战 和这个 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 他的比重比较大 所以 那如果这样的战争 真正的爆发之后 如果伊朗人受不了的话 他是否会策动 今天在美国境内 被伊朗所指使的 某些恐怖分子 然后在美国境内 展开攻击 而这部分呢 又恰恰是 在比格斯的预言当中 明确讲述 所以这就会出现在 美国大选前 在美国境内 出现另类的 恐怖袭击的场面 会诱发恐怖袭击的场面 但你不让以色列人打 他不可能 他肯定会打 对吧 所以他 那塔尼亚洪自己也表态 他必须打 支持不支持 他也得打 只是打谁 打哪 打多长 打多重 所以他就会出现 就把战争 会引到美国本土 比格斯确实在他的预言中 讲述了 比如说 从德州进来的人 从这个 这个内华达州 不是内华 亚利桑那州 而索利亚州是亚利桑那州 他就 透过他的功能 他看到了人们 那些人 武装的中东人 进入到美国的境内 策动 发动了 在对美国进行的恐怖袭击 而这样的恐怖袭击呢 完全可以跟911相比 所以他就 我们看到的故事就是 另类的故事 所以 以色列打 以色列打伊朗 那伊朗策动在 美国境内的恐怖袭击 那这将出现完全失控的场面 那 so far目前看起来 中间这个 因为所以 是一个很清晰的故事 谁都不罢手 一定会把事情走到谁 跟大家分享这篇内容 这篇内容 原文呢 来自于华盛顿邮报 它内容比较简单了 内塔尼亚胡告诉美国 以色列一定会 报复性的袭击伊朗的军事目标 不袭击 它的核设施跟石油设施 那它 而 跟拜登在上周进行电话交谈当中 是七个星期 他们俩关系不好 是七个星期以来 所首次的 那 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说 我们正在听取美国政府的意见 但我们一定根据 以色列国家利益 做出最终的选择 所以这就比较清晰了 那欧洲跟美国 是处阻止伊朗 阻止以色列进攻伊朗 但是呢 伊朗根本 就 这个以色列不干 所以美国担心 以色列的反应 导致美国大选之前 全球能源价格上涨 所以这就使得 而以色列反应说呢 不会显得试图干涉总统选举 我个人觉得就很难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这个事情干起来就这样 所以 以色列袭击将在 11月5号大选前进行 作为与美国协商的一部分 以色列转告华盛顿 打算在未来几周内 结束黎巴嫩的行动 那个无所谓 因为他把珍珠党人全给消灭了 而且珍珠党找的接班人呢 找了三个吧 全被他消灭了 所以也就变 已经真正展现他的实力了 他已经没有所谓了 但是呢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会诱发 在美国本土内部的恐怖袭击 这是真正至关重要 这是真真正正 在没有媒体这么讨论 他也不愿讨论 这是涛哥眼睛里看到 有可能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